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想跟你解释 我没有因为你 就轻易改变我的人生 不去留学 是我慎重考虑之后做的决定 什么意思啊 首先 我父母常年都在国外 爷爷奶奶年纪也大了 他们身边只有我 我不想离开他们 还有 现在国内的大数据研究环境 已经非常成熟了 我留在国内 发展空间反而会大一点 真的吗 国内现在的学术环境 一点都不比国外的差 还有 我的朋友也在这儿 你也看到了 他们不太聪明 要是我不在的话 不知道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 还有吗 还有 国内的食物也很好吃 做什么都很方便 我干嘛非要去国外呀 你怎么有这么多理由 还有最重要的一个 什么 你呀 是 陆景 我生气 是因为 我作为你的女朋友 可是在你人生规划中 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却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而且我也不想因为我的出现 就打乱你原本的人生轨迹 对 你这么聪明这么优秀 应该选择 对自己最好的那条路 学姐 从我们相遇的那天起 我们的人生就已经改变了 既然我们已经在一起了 那么未来的路 我 就应该我们一起走吧 既然你对我们的未来这么有信心 那你也要相信 我们的感情是经得住考验的 学姐 是我错了 是我不够成熟 你能原谅我吗 你能原谅我吗 我也有做到不好的地方 我不应该不听你把话讲完的 你都两天没有理我了 下次不许再这样了 得替你的 这两天我也想了很多 两个人在一起 是需要磨合的 我会努力适应你 所以也希望你可以努力适应我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工作特别忙 天南地北到处飞 我在家的时候花都要哭死了 那我帮你浇花 还有每到过节的时候 是我工作最忙的时候 嗯 什么春节 元旦 还有七人节 可能都没办法跟你一起过 我会在电视机前看你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你知道我是公众人物 所以我随时都会被舆论包围 这还有可能会牵连到我身边的人 我怕会影响到你 这些都是和我在一起 你必须要面对的 我不怕 我不怕 那就让我们 一起来守护这段感情 一起来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吧 我们一起面对 你别叫了 你别叫了